那他接了这个任务以后 他就选了他手下最好的一条船叫剑门 最新一期的菊光原地介绍1965年86海战 胡家恒将军因有殉职 影片穿插不少珍贵的历史旧照 只是片头这一张 他可不是胡家恒将军 而是时任海军总司令刘广海上相 放错照一经很离谱 但这张错照是取自于中共内容农场网站 对比青年日报曾刊载刘上将的照片 对案刻意将我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国徽涂黑 股防部对于作业不够严谨 产生的错误虚心检讨疏 除了要求各委外厂商 需依照资料资讯下载 引用现由政府以及公务单位出盘品 与网站的规范 在于内部也要落实审查的机制 以确保资讯的正确 TVBS联络胡家恒的儿子胡大卫 他特别提供多张父亲的照片 包括曾与蒋经国的合照 并觉得物质照片是太大意了 但至少另一张是正确的 同时很感谢菊光远地 为了缅怀先赋录制节目 但使用对岸资料的还有 加拿大蒙特楼巡防舰 日前通过台海国防部的新闻稿 却称之为护卫舰 这其实是中共用词 同样出财的还有云豹假车 2008年前六零物方曾揭发小批量产的云豹 钢板有裂魂 时隔16年又出现同样问题 据悉最新款的CM34最严重 多达27辆 国军承认去年就发现了 过去一整年总共修复50辆 作战装备涉及冠冰安全 可不能开玩笑 TVBS新闻最终是刘婷婷 看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旧ID